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要有广袤的国土面积 新加坡打死他也强不了 首都就是国家,国家就是首都 骑车转一天肯定转过来 看我们960万路上国土面积 你们为自己是个中国人感到自豪了吗 五千年 谁还能再跟中国耗五千年 世界十大文明 我们可以说古埃及 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古巴雅 谁说过古中国 为九大人民都断线了 唯独中国一直延续至今 尽管周边一族小帮有时入主中原 很快被我强大的文化所同化 并追尽的见到中海民族伟大 大家听众来 咱这文化 我说句夸张的话 童话呀 先进性嘛 那八年抗战咱们不是胜了 咱要败了 二百年一百年 日本就是我一个省 你信不 童话 当然没有好的 好的吸引他 改造他 坏的折腾死他 你别看见奥巴马多牛 他让他过来试试 三个月 喝死他 你信吗 真的 你们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吗 你们还染黄头发吗 黑头发最漂亮 对不对 哎 为我们的种族自豪 我们的民族自豪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对不对 美国还跟咱比 你还挺美 二百年多一点 咱五千年一比 没文化 对吧 还争霸 这两千多年前 我们春秋战后时代 老祖宗玩剩下不玩的活 我们到现在开始和谐世界了 还争霸 多年轻 多生猛 好 好